那你来看到是新庄盲人重建院呢 为了让这个中途失明者 不要因为这个没了视力就没了娱乐 所以呢偶尔都会在一些 这个安排一些这个社区融入课程 像是呢这个最近就特别 这个安排这些盲人朋友 来到呢这个保龄球馆 希望他们能够趁此机会 好好的一下舒展一下身心 然后呢来体会一下打球的乐趣 盲人重建院为了让中途失明者 别因为少了视力就没有娱乐生活 所以偶尔会有一些社区融入课程 让他们走出教室走出家门 熟悉社区店家以及可以休闲的场所 像今日就特地来到保龄球馆 让他们舒展身心体会打球乐趣 保龄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是可以让他们可以做定向行动定位 还有距离感 还有身体肢体协调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我们有个同学 人生第一次打保龄球 虽然都洗沟 但是那个过程中他可以知道 他哪里需要修正 需要改变 那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体验社区的活动 那我们也告诉他们 我们今天是坐公车来 从我们机构到这边 那过来后 他未来他们放学的时候 他们想要来 休闲娱乐他们可以自己过来 我今天第一次来 感觉一开始我很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握球 然后不知道怎么使力 那在同学的引导跟教上面的话 就开始慢慢的渐入佳境 然后觉得原来自己还蛮厉害的 促成这次活动的人物就是这位邱文生先生 因为自己本身已是视障选手 所以很清楚同学们在场地内需要什么辅具以及走位动向 因此特别与平日配合的店家做协商 店家也大方允诺 我自己本身是在这里练球 然后因为新装重建院就在这附近 然后这项运动你说危险性也很小 然后我觉得蛮适合市场朋友当休闲娱乐 对然后就刚好我有辅具 那就帮忙提供就是球队里面的辅具 给大家用这样子 有人虽然是第一次打保龄球 但也因此渐渐喜欢上这个球类运动 也有人是因为失去视力后 重新站在球道上 让自己找回熟悉的球感 不管如何 重建院都希望同学们要学会快乐生活 自在享受 当下记者新装采访报道